寂寞流星群 一期一回 今期有我 阿Don 李日朗 今晚一期一回的嘉賓 我應該叫你師兄 因為剛才訪問前 我們師兄相認 我們是同一間中學出來的 原來你小了兩年 沒錯 為什麼這麼記得呢 因為我應該是很少數的 現在很多媒體朋友 認識你的時候都已經出道 我是有看過你讀書的時候 參加歌唱比賽演出的 這件事真的是我入行這麼多年 第一個人跟我說 我有這一段歷史 基本上沒有人知道 證明你小時候已經很喜歡唱歌 其實也很喜歡 你剛才提過 當時我是中三 你剛剛入入中一 那一年阿Don是唱《狂野之城》 真的很厲害 你想想中學歌唱比賽哪有人跳舞 我當時是很愛郭富城 因為很喜歡 但你喜歡 你可以唱到台上揮灑哲魚跳舞 值得你贏的 你當時是冠軍 那時候是初級組而已 應該是初級組冠軍 即是中一至中三 中四和中六也不關我事 為什麼 我記得我那次不知道 初賽其實是另一首歌 都是郭富城的 好像是叫做 《如果上半生》 《如果上半生我邀請你共渡》 然後入到決賽的時候 因為這首歌是side track 共鳴感比較低 所以就轉了《狂野之城》 你知道《狂野之城》 沒理由站著唱 還有最好笑 現在回想起 那時候是有線咪 這件事很厲害 有線咪都可以跳來跳去 那時候已經看到阿Don 有多喜歡音樂 多喜歡跟別人表演 不是 那時候是想表演給我喜歡的女生看 是嗎 是很單純的 那時候哪有想那麼多 我又不知道參加歌唱比賽 是為了給女生看 不知道 那時候中三的時候 我記得中三的時候 是有一個喜歡的女生 我應該是挺喜歡的 然後經常都想在她面前表演 其實那時候小孩子 想上台的動機是很單純的 你不會說我將來想做歌手 所以我現在要上台取經驗 沒有這些東西 我純粹就是 我很喜歡那個女生 很想她見到我多些 可能她會喜歡我 去到現在 即是做歌手這麼多年的時間 給觀眾認識過很多方面不同的歌路 來到最近 我想真的大家傳承風波 我也不知道近日 你為了這首歌 做了多少個不同的訪問 應該多過50個 多過50個訪問 一首歌可以做到50個訪問 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你是不是一張專輯 或者一年裏做到50個 都算不錯 一首歌 這個傻女 我知道你講了口臭 不如再說一下 為何會打算做整個項目 整個項目是在北京決定這樣做 因為很想做一種屬於自己的專輯 沒有任何人的影子 也沒有任何公司的建議 純粹自己想怎樣做就怎樣做 但是我始終對音樂認識有限 不是想做就做 後期被我在北京認識到一班做音樂的朋友 也包括在香港過去工作的韋啟良 我將我的這個想法 我想跟她說 我想做一個看得到的音樂 我想別人聽完這首歌之後 可以幻想到 我是在什麼情況唱這首歌 或者這首歌的場景是怎樣 我想顛覆所有聽眾對本身那首歌 本身的記憶 例如裡面梅蘭梅蘭我愛你 唯獨你是幫我取題 可能本身有很多人會覺得她是甜蜜的歌 很想顛覆她 變成另外一件事 打破了本身人家的記憶 所以我整首歌就做了一個九首歌 八首歌應該這樣說 然後是一個全新的編曲 以及全新的故事背景去做 所以就找來韋啟良 如果聽眾不認識 她是一個很出名 也很資深 做電影配樂 很多大家看過的電影 都是出自她的首筆 音樂部分 所以你要影像 就馬上想起她 真的很好 因為一個演員 能夠遇到一個電影配樂人 原來是很合適的 因為我可以把很多場景上高的想像力 因為譬如韋啟良他平時做音樂 他會看到導演的影片 然後他再把音樂放進去 現在我們沒有拍片 但我就可以跟Tommy說 我這一步其實就想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兩個人怎樣相遇之後那種東西 我又說到繪形繪星 就等同於她做配樂的時候 有個畫面出來 對 所以兩件事很合適 我很慶幸遇到她 雖然你夾還夾 但怎樣是令到她會跟你一起瘋 去拍這個封面 原來 這個封面非同小可 原來有很多事情 只要你這樣問 就有可能 原來她也是瘋 原來很多藝術家都有一個寂寞的心 所以我真的很坦誠地找裡面每一個合作單位 其實都是我自己打電話去問 我說有沒有可能這樣這樣 我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到後來大家都很疼我 大家都願意跟我合作 我是很榮幸 這次張碟 已經提過這麼多首歌裡面 有哪一首是你自己最深刻的 整個影像上面是你完全顛覆得很厲害 剛才提過兩首 包括聽的時候 我第一次聽 唯獨你事不可取看 基本上這首歌 大家認為和鋼琴一定要連著 你顛覆了 顛覆了 還有哪一首歌是很深刻的 整個關係上面 大家看一看 我自己做完之後 其實說真的 這首歌我喜歡到什麼程度 我是喜歡到 就算我做了 我整個唱片做了一年多 我到現在還在聽聽 我喜歡 這樣說 如果對我印象最深刻 《承女的月光》我深刻 為什麼 因為《承女的月光》本身這個畫面 不是我創作出來的 是一個真人真事 我有一晚在北京一間很小的音樂酒廊裡面聽歌 它主要是一間外國人的酒吧 但是他們一直都在招惡樂手 因為老闆自己彈 他是一個菲律賓人 他彈得很好 有一晚突然有一個E3藍樓的人 拿著一支結他自己走進來 身體臭 你一看得出他是流浪腔 應該是這樣 他走過的地方都有一陣臭序 會停留在那幾秒鐘 他來見功 但是那個老闆 菲律賓人就好人 他說 他說很好 那不如你上台試一下 基本上 那些外國人 你都知道 很多外國人都很喜歡乾淨 你的身體臭痕痕 我這些中檔消費地方 劉浪漢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上台試 他上台坐下 拿了一把結他出來 然後他自己拿了口琴 然後他就吹了這個城裡的月光 然後我那一刻最驚訝的是 他不是唱得好或彈得好 不是都是很基本的東西 但我就會覺得 一個這樣的一個處境的流浪 他都敢入到一間中檔的酒吧裡面去見功 去希望找生活的一條出路 或者是對自己 希望可以在這個地方賺到生活費 和找到藝術 就是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原來我自己的生活環境 或者我面對的問題 不是那麼嚴重 原來有很多東西 只不過是自己放不下 但只要你可以像那個人那麼勇敢 做到 所以我就把城裡的月光 他當時就是唱城裡的月光 當然口琴那些 就不是他那時候出的版本 但我就整個歌這樣吸回去 我想這個版本 除了歌的靈魂本身之外 我加入了很多 你看到這個畫面 給你感受下去 是啊 不如這樣 聽一下這首歌 好啊 小機會在電台裡面聽到這首歌 聽完之後 稍後回來再和你一朗 慢慢再聊一下 謝謝 總有著最深的思量 總有著最深的思量 時間萬千的變幻 愛把友情的人分兩端 心若遲到靈犀的方向 心若遲到靈犀的方向 哪怕不能夠朝夕相伴 心若遲到靈犀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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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裡的月光 把夢照亮 請守護它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讓幸福灑滿整個夜晚 每顆星上某一個地 總有著最深的思量 總有著最深的思量 每個深夜 總有著最深的思量 世界萬千的變幻 愛把友情的人分兩端 總有著最深的思量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 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情温乱他心房 看透了人间驱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变得好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情守护他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情守护他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